咱们华人做菜啊就喜欢煎炒烹炸 但这些呢都是需要很旺的火才可以实现的 那生活在美国呢 您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尴尬 想做个爆炒菜 可是家里的这个灶火呢却不够旺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别着急 今天千瑞将带您参观 适合华人家庭的各种厨房设施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AirPod Home Appliance的红木成分店 这里呢装修一新购物环境非常的舒适 而且各类家电一应俱全 上次我们带大家参观了 他们非常现代化的整体厨房和电器 今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华人最喜欢的炉灶 我们首先跟大家介绍这款三星的炉灶 它这个炉灶呢 首先有五个炉头 看不看中间这个大炉头 特别大的啊 它有两万两千个Btu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正常我们家庭用的 可能也就一万多Btu 所以它的火就比较小 比较适合美国的家庭 那华人家庭想要爆炒啊 想要炸呀 放大的蒸锅的话 一定要用大的炉灶 大的火 而且还有另外的就是 我一定要强调的 就是它这个开关 正常我们开关开过去就完事了吗 但它这个开关呢是有蓝灯的 那它的好处呢 不管是美关了 更重要的是 你要是做完菜的时候 一有蓝灯就提醒你 它比较有安全性 知道哦这个没有关 所以一关上 这个蓝灯就消失了 很有安全感 另外呢 你看它这个平面的这个东西 咱们平时一做菜呢 手不免要摸上去嘛 油乎乎的 但是它这个呢 是防指纹的 所以按上去呢 就不会有指纹的漏出来 就很干净 我们华人每天做菜呢 它用的主菜和配料种类非常的多 而且对食材的新鲜程度 要求也很高 但是我们每天去农贸市场去采购呢 也太不现实了 尤其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 我们还是尽量出去减少采购的机会啊 就要每次买的多多的 要把冰箱塞满 所以呢 对冰箱的容量啊 保持新鲜度要求就比较高 那今天我们来给大家介绍的一款冰箱 就是Facial & Pickle 这款冰箱 那它的优点呢 我们可以先看外观啊 哎 这是比较 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类型啊 打开这个冰箱以后呢 哇 我就觉得这个冰箱 它的空间设计的非常的合理 你看它这些板材啊 都不是那种塑料的啊 感觉很容易坏啊 它这都是金属的边缘 而且很有重量感 而且它每一个格都可以根据你那个 菜食材的这种大小去进行调节它的高度 所以呢 你随时可以调整 而且呢 它的设计是非常比较合理的啊 放盘子啊 放蔬果 蔬菜都是可以 而且它还有个专门设置放瓶子的这种架子 很方便 防止瓶子滚来滚去 而且呢 它这底下这两个格呢 是放水果和蔬菜啊 这两个储存蔬果的盒子呢 是可以保持湿度的 它可以让一个非常新鲜的蔬菜保持14天 跟第一天放进去的感觉是一样的 下面呢 就是冷冻了 那冷冻呢 哇 它这个分隔就非常好 这一层呢 就空间稍稍小一点点啊 那下面这层的空间就会大一些 而且呢 它还有额外的加层 哎 我们华人要喜欢包饺子 冻饺子 往这里一铺 它可以铺很多的 非常方便 也可以让你的冷冻食物分类 而且这样的冰箱的最大的好处 就是你不会是说像那种侧开门的时候 一拿起来一个冻肉砸到你的脚上啊 很有安全感 我们再来看看Monogram的专业炉灶 哎呀哇 它真的是专业 它的火非常非常的旺 而且我最爱做它的设计 这是一个普通的炉头啊 但是你把它翻转过来一看 它就是适合我们华人用的这种圆底锅 那我们在美国要是买圆底锅啊 家里的炉灶根本放不下 可是它呢 就可以非常平稳地放在这上面 你可以做一些爆炒 而且它每一个炉灶啊 都是可以来回翻转的 想平底就平底 想圆底就圆底 而且我还很喜欢它的按钮啊 它的按钮一打开以后就有红灯在亮 其实增强了它的安全性 而且它还有一个专门的设计 就是Extra High 就证明它可以用更强的火力 更大的火去减少膨炸 很适合华人家庭 AirPod Home Appliance 成立于1981年 是家族经营的家电零售商 它现在在湾区已经有六家分店了 卖给您最适合的家电 发挥家电最大的作用 是这里员工的目标 这里的员工呢 至少工作五年以上的时间了 受过良好的行业训练 对自己所卖的产品是非常了解的 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咨询参观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会继续给您介绍